每逢七月,除了大师爷,很多人会联想到大二爷伯 你知道大二爷伯的由来吗? 大二爷伯是什么神? 相传很久以前,大二爷伯生前是对从小结拜的好朋友 大爷叫谢碧安,二爷叫范如舅 有一天,大爷和二爷一起走到南台桥下 突然乌云密布,天将下雨 大爷要赶回家取散,让二爷在桥下稍等 其料大爷走后不久,雷雨倾盆而下 二爷不愿离开,继续留守桥下等大爷 可是二爷因身才哀笑,被迅速暴涨的河水冲走淹死 不久,大爷驱散赶来,二爷已将失踪 大爷共不律生,后悔莫及,自责不 雨过天晴,众人发现,大爷已经吊死在南台桥柱 大二爷死后,一起到地府报道 阎王爷见大二爷俩重信义,命他们俩出任鬼差 抓拿二人之魂魄入地狱,接引三人之魂魄转世投胎 大爷全身白,白色笑脸,身穿白衣,戴白色高帽,写着 一见大吉,口吐长红蛇,手指白鱼扇 二爷一切与大爷相反,二爷全身黑,戴黑色帽,写着 天下太平,口吐短红蛇,哭上着黑脸,手指方排,善恶分明 大二爷博,除了成为有司法神职能的阎罗王,冬月大帝,王爷与陈王爷的部将 也会在中原普渡时协助大师爷,牵引与监督王魂 每年农历七月的中原节或中原普渡 是华人祭拜祖先以普渡四方王魂的日子 新冠肺炎直接已间接夺走了全球无数的生命 摧毁了多少家庭 希望所有无辜王魂得到解脱 再次提醒大家继续小心防疫 打疫苗,戴口罩,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保护自己,保护大家